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狗中文靠奥运吃奥运 张晓明应该是平安降落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播出和刊登后 有文学生网友跟帖说 大贪官能去政协算善终 这段话用来描述日前刚刚被增补进全国政协的 二十届中央委员马小伟和议会满身上很合适 但也只适应于当前 往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 十九届中央候补员 先后担任过辽宁省长和司法部长的 唐一军落选二十届中央委员之后 不是被平掉了政协系统了吗 如今还不是应了那句 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说到唐一军 就不能不说本月六日 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决定出的 一系列人事安排中的 另外两个政省部级干部 狗中文及张晓明的下场及去向 出生于1957年6月的狗中文 在前年秋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 没有被安排连任中央委员在正常部过 二十大召开的前两个月 他就因为已经年满65岁 而被宣布免去了国家体育总区局长职务 当月又被增补为13届全国政协委员 同时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的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部主任 去年3月召开的14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 狗中文被安排连任了这一职务 虽说专业不对口 但绝对是平安降落 但好景不长 关于狗中文近秦城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他的具体罪行 能够被公开的部分不久之后 就会出现在起诉书和一审法庭的判决书里 诸如接受足球界贿赂 纵容亲属 主要是纵容他那已经被网传及时外逃的 独胜儿子靠体育吃体育 以及全策交易等等 而大概率不敢被中共当局公开对外宣布的 则是靠奥运吃奥运 即狗中文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和中国奥委会主席期间 借筹备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场的 场馆建设之机大事回扣 甚至在规划谷爱玲的备用方面 也存有重大疑点 和狗中文同为19届中央委员的张晓明 出生于1963年9月 二十大上未能连任中央委员 当然不是年龄唯一 人大法学院本科毕业的张晓明的专业是刑法 但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去向不是司法单位 而是当时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花了四年时间就要成处长 1997年7月香港回归 一个月后 时任国务院桥办主任廖辉 即被平调为港澳办主任党组书记 张晓明则被宣布为港澳办党组秘书 此后官生副司长 司长后还是继续随势廖辉 直到2004年被提拔为港澳办副主任 刚满41岁就晋升副部长级职务的张晓明 之所以有如此官运 直接原因当然是廖辉的不断向中组部举接 要知道此前因为父亲廖成志突然去世 而被紧急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继承部制 从部队的部团级干部直升国务院桥办 副主任的廖辉也是十年41岁 廖辉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职务 持续了13年之久 于2010年10月交棒给来自外交系统的王光雅 王光雅在这个位置上坐了6年零11个月 期间张晓明担任他第一副手的时间 持续到2012年年底 并在此职务上于2012年11月 当选18届候补中委 18大开过之后 刚刚连任中央委员的时任驻港中联办主任 彭清华被内定调回内地高就崩僵大力 驻港中联办主任的继任人选 中组部照例是要向当时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廖辉 征求意见的 于时10年49岁的张晓明又官升一级 于2012年12月18日被正式宣布为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 2017年9月 年近68岁的王光亚被宣布交出港澳办一把手位置 张晓明顺势上位 此前的他已经被列入19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了 2017年10月张晓明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此时的张晓明才满54岁 到2022年召开二十大时也才满59岁 但是2020年2月的中共治港澳机构大调整过程中 不但把他的港澳办一把手职务改成了常务部主任 而且也就此断送了他在日后的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的可能 记得当时的BBC的相关报道文章 是以香港示威张晓明降职习家军夏宝龙接掌港澳办 北京治港机构大调整为标题 意思是张晓明是因为香港示威而被问责了 而当时的墙内网站上则出现过 习近平恨屋及屋 找不到把柄整肃廖辉 就找机会拿廖辉最信任的张晓明出气的说法 所谓恨屋及屋的故事是说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当年 曾与廖政智面合心不合 以致两家关系形同陌路 而习近平上台之后 廖辉又从未对他去言复试 如上说法姑且一听 而我们更认为当时的习近平主导治港澳机构大调整的首要目的 并非是要处罚当时的治港驻港机构不责人 而是为在国务院港澳办基础上 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做组织准备 既然是中央港澳办 其一把手当然应该是不国企 所以张晓明当时被降职是必然的 关于2020年初的治港澳机构大调整过程中 习近平为何要指定正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夏宝龙 改兼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部组长和港澳办一把手 当时有一篇墙内的网友文章分析的十分到位 夏宝龙是典型的地方大员 拥有地方治理所需的所有知识结构技能及政治经验 相比较之前港澳办的历任主任从廖成志、纪彭飞、鲁平、廖辉、王光亚 到张晓明都是外交体系、统战体系、港澳体系的干部 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大员才是国家的治理者 而如上文章作者没有分析到的原因 则是习近平当时在决定将港澳办升格为不国级的前提下 当时现成的包括张晓明在内的 所有正在负责港澳工作的政部长及干部中 确实是没有一个有资格升任部国级 港澳办升格之后 张晓明为什么只不佐了夏宝龙两年多的时间 即被逐出这一系统 首先一个原因当然是外界所分析的谢莫杀驴 其次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正值二十大筹备 时任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张晓明 已经没有可能被安排在二十大上连任 而他的全部工作经历都是在港澳治理系统的履历短板 决定了中组部也只能在政协系统为他找个位置 于是赶在二十大召开的前四个月 张晓明即被宣布调任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 这里说明一下历届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有一大堆 全国政协官网上部分副秘书长的名字后边特别加注了兼职 而未被加注兼职的就都是在政协拿工资的 就如同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的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的助会部主人一样 2022年5月官宣张晓明调任全国政协部秘书长时 特别说明了是政部长级 只是此后在政协官网上出现的部秘书长名单中 他是被排在当时的常务部秘书长邹家怡之后 出生于1963年的邹家怡与张晓明同岁 比张晓明早十个月进入了政协系统 此人大学本科是国际关系学 全日制硕士学历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系获得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长期在国务院财政部工作 担任过驻世界银行的中国执行董事 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主任 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部长助理等职务 2015年12月邹家怡调任了中纪委驻中央外办的 纪检组组长官智不省不及 2017年4月他又被宣布为监察部的部部长 同年10月当选19届中纪委的常务委员 8个月后就重返了财政部担任部部长 自此这位邹家怡一度被内部人士看好为 财政部最可能的接班人选 在财政部任部部长的时间是3年零2个月 邹家怡即蹦掉全国政协官至政部长级 张晓明成为全国政协的政部长及专职 部秘书长之后中共政坛内部曾有议论说 邹家怡会在二十大上被安排当选中央委员 然后就会在2023年3月的两会上接替道点下车的刘坤 同时安排张晓明为新一届全国政协的常务部秘书长 而后来发生的故事则是说 因为何立峰坚持要安排自己的亲信执掌财政部 于是就有了由刘坤暂时连任几个月时间的财政部长 然后交棒给蓝佛安的后来 说句公道话 让邹家怡在政协当管家实在是人才浪费 今天4月初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女士绑华之后 有一位中共财政部出来的退休官员对比者说 我们财政部里人人都知道 只有邹家怡才是最有资格最有能力与耶伦对话的人 但何立峰五大郎开店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比较诡异了 去年3月才被宣布连任了全国政协的专职部秘书长职务的张晓明 今年3月即被宣布免去这一职务 再过三个月之后 本月6日又被宣布其辞去14届政协委员常委的请求被表决同意 对此外部媒体关于这是习近平对江派的进一步清洗的说法不够耸动 而张晓明落马是因为曾和秦刚共享一个女人的说法才最抓人眼球 比如一篇标题为外界传又是因为傅小田 这人也因他被拉下马的报道文章说 张晓明此次被免除政协职务明显是犯下了严重错误 因张晓明与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的情妇 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傅小田关系密切 因此外界认为他被免除职务 原因是涉嫌了秦刚案 2023年7月就有中美指出 张晓明向凤凰卫视负责人刘常乐施加压力 要求给予傅小田特殊地位 甚至为此挤走了有业务能力的资深媒体人 另有一家视频媒体当天播报内容的标题之一 就是独家命令凤凰老板安排傅小田上位 张晓明三月被抓 关于慕女士和秦刚以及张晓明之间 是否曾存在过三角链关系 我们无从评论 但是完全有把握说张晓明肯定从未被抓 理由就是张晓明至今还是被以同志相称的 今年3月3日新华社播报的政协人事变更内容是 会议通过关于接受黄立新同志请辞 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张晓明同志第14届全国政协 副秘书长职务的决定 其中和张晓明一起被称为同志的黄立新请辞的原因 是他已经上任了上海市人大主任 本月6日的政协人事变更的新华社报道内容是 经表决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张晓明同志 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 如果张晓明3月份就被抓了 怎么可能在6月份的新华社通告里 还特别称他为同志呢 我们读到的所有反贼媒体的 关于张晓明的分析报道文章 全都对中共官媒仍称张晓明为同志的事实视而不见 相比较而言 我们自由亚洲今年3月3日的报道文章 张晓明被免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另一个秦刚就很客观 文中先是原文引述人民日报中 仍称张晓明为同志的相关报道 继而又介绍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 中国官媒报道上上述消息时 仍以同志称呼张晓明 网媒香港01则引述一名 曾与张晓明经常交流的 不具名建制派政党成员表示 可能中央对他未来的工作另有安排 我们查找了过去一些年来 全国政协人事变更的内容 其中之一是2021年3月3日 当时由汪洋主持的 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 做出的人事变更事项为 通过关于免去邹小冬 第13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职务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郝远同志 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 接受其请辞委员的决定 其中的邹小冬被免去部秘书长 是因为他已由党内的中央统战部部长 改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部书记 而郝远则是因为此前两个月 已经被宣布从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卸任 此时的郝远还差几个月就满64岁了 已经超过了二线部部级岗位上的 正常退休年龄63岁 而如今还不满61岁的张晓明 在离开政协但仍被称为同志的同时 是否有新的职务外界不得而知 所以不排除是在受了清除奔的前提下 被要求提前退休的可能 当然也不排除 他事实上已经担任了某个按照惯例 并不立即对外发布的党内职务 比如邹晓东当初被免去政协幕秘书长职务之后 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 才借他在新岗位上出席会议之机 让外界知道了他离开政协的原因 张晓明即使是已经被安排了提前退休 仍称他为同志 就说明他也算是平安降落了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